李淡这是经历了什么 这是我的作品 蛋 是诞生的蛋 可以是盘古开天避地那个蛋 就是天地初开 一片混沌 山还不是山水还不是水 但是世界万物 它都在成为自己的这个过程中 这就是您给我的这个灵感 我怎么配给你这么多灵感 我这幅画描绘的是李淡老师 荧幕早期的一个粉红色头发的形象 不知道李淡老师是不是喜欢这个时期 但我觉得他在这个时候 像一朵花一样绽放开了 快点结束这一切吧 蛋总的身份虽然有很多 但是在我这里最重要的 还是这个诗人的身份 今天我把这个作品 设计成了一个诗歌盲盒 你是不是翻开后面 有人说我的诗什么的 是 好 欢迎我 我们下集钱